我生意 首先我们要欢迎周旭 做客每日文语播报的独家对话 好久没来了 新年快乐 你上一次拿大满罐 迎候大满罐的时候 到现在有一年多吧 也就是一年多 一年多 我都觉得好长时间了 我就觉得好长时间没见见 好长时间都在电视上看伙 所以那你这一年多 闭关的日子 都在忙些什么呢到底 我从去年9月到今年12月 就是一直在拍戏 然后9月之前 基本上都在睡觉 然后什么都不干 我们第一次对话你的时候 你的关键词是创意 这一年多周旭的关键词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年 我觉得是感恩吧 我尽量让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自在 然后顺其自然 对 但是感恩很重要 好像没有一个演员 可以在35岁这样的年纪 就是金鸡百花 然后金像金马 作为一个影后大满罐 取得这样的成绩 你也算是创了一个记录了吧 一不小心写上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么多年 我还真的算是努力的 说得严重一点就不要命了 也许对于现在的周迅来说 无拘无束享受自由拍戏才是最可贵的 与华裔分开旅行的这段日子 不再频繁穿梭于各大秀场的周迅 并没有缺少周两级的片约 和功夫明星李连杰谈情龙门飞甲 和梁朝伟刘青云两大影帝牵手大魔术师 能够全新拍戏 恐怕也是他作为影后大满罐机后 最单纯的表演梦想 其实这一次和梁朝伟刘青云 两位非常有魅力的男演员一起合作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我一直就非常想跟他们合作 而且我以前也没说过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要放在心里 不能说才能实现 要悄悄的 对 就不能呱呱呱说 所以就是其实能跟他们合作 我是心里很兴奋和开心的 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奇迹的 对 因为一下子吧 我很想合作的演员都在一部戏啊 导演啊 我觉得这就对我来讲 可能算是一个小的奇迹了 那之前有一个采访问你你的选择 你说希望是梁清云 我有说过吗 对啊 你说过 因为就是不好选 比如说柳英你看 她跟她的未婚夫就是梁朝伟 然后她能把婚礼给忘了 所以这个男人就也有一点问题 对吧 然后这个刘青云 大牛 对 就她喜欢她就抢 虽然他们两个对她都很好 可是都有致命的问题 所以呢 所以你看啊 一个是遗忘 然后一个是强迫 就这两个是你最不能接受的是哪一个 强迫 我不能被逼的 我越逼我我越叛逆 可是如果真的被遗忘 也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遗忘有很多 很多种 那遗忘可能就是缘分尽了 那我我忘记了 对还有一种遗忘就是 她去嗨这个 她不是故意忘记的 那这个你也没办法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强迫 要考验我的情敌 我叫我的情敌 秋月你好 听说做完大模式师的宣传之后 你准备休息 请问你要休息多久 什么时候再出来工作 那也可能就是 我一直休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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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年 我也觉得没休息够 我休息那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 我知道就是不要太逼自己去做 太多事情 只要开心地去做 然后是一种 比较舒服自在的 就挺好的 周旭你好 我是您的影迷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有几种是演戏 一种各式苦情的美人 我们影迷看了很心疼 您有没有想过演戏 清喜剧呢 真的可以演喜剧 其实我挺想演喜剧的 随着2012年的到来 然后有很多人都表示说 要赶紧表白 于是我们也在网上看到了 写给你的一封情书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宁财神 你有看到那个吗 我有看到 有被感动吗 我有看到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我谢谢他喜欢我 对 然后我们之前 也确实是在那个 在一个活动上 对 他当时说的故事 我还真的挺感兴趣的 因为他说了一个 关于人格 有好多面好多面 好多面的这个故事 其实我到现在 还在等他给我看剧本 真的 我没有忘记 可是他还没写呢是吧 没关系 写完给我看就好 所以有朝一日 如果你们合作的话 会是又出一个周掌柜出来吗 周掌柜 对啊 哦 你说年纪啊 对啊 不知道 张大师 成本来也开枪 你什么时候帮我走 狠狠 想谋杀心夫 一个变弃 把练砸少的小妖精 能有什么能的 我要跟他斗 所以你看就是 演了那么多年悲剧了 也希望更轻快一些 对吗 对 那小时候可能体力好 所以你不会觉得很不舒服 那你慢慢慢慢长大 你累积这些东西 你拍完戏 你哭完 我真的累 是身心俱疲的那种 对对对 对对对 我说我认错了 我跟你说一些对不起 想你一下 而且你现在长大 你对于这个情节吧 就比如说你小孩死掉的一种哭 就是你得想象 这真的是我的孩子 他有天死了 我是什么感觉 就是真的会疼 就真的所以就会很累 所以现在我们也其实蛮期待 你慢慢慢慢往这个 比较轻快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好的 如果要评说当年的自小花旦 周迅在演员职业上的战绩 可谓是最辉煌的 金马金像拿奖拿到手软 然而过完35岁生日 很难说周迅身上 还有多少可以单纯挑战演技的动力 眼见着徐静雷 已经成为票房议员俱乐部的女导演 赵薇也开始准备自己的导演出女作 剧船已经开始动手操作微电影的周迅 是不是也有架控幕后的冲动了 你的白鱼是和谁交换 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 结果这笔张要你偿还 周迅你好 我是你的友谊 请问你有没有想过 葛恒当导演 因为这么多年 其实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 其实对表演这一块 我还是很喜欢 然后它还是占据我生活里面 非常大的一个兴趣比例 都有谁啊 就不要找了吧 就是让我心里面默默地期待 就是默默地 这样 自己出来做工作室也有一段时间了 其实也很好奇 你的工作室的运营方式 我工作室的运营方式 其实就是没有方式 当然也会有计划 就比如说 但是我们不是那种铁板钉钉的计划 比如说你将来会去签其他的艺人吗 签艺人我觉得我应该 目前不太会 但是我很愿意帮助 就是就 对对对 就是我要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都会去去去 去帮助 那目前为止你帮过谁了 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这个意愿了 对对对 愿意可以的 对对对 当年我们说你们四小花旦 现在呢 赵薇已经也开始拍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了 因为毕业了嘛 徐静磊就一直坚持着做导演 那张子怡也做了制作人 你依然会坚守着演员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是吗 其实我没有就是说 一定要怎么样 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已经非常幸运了 那脑子里如果有 如果有能力去完成的话 那你就很 如果没有能力 有些时候想一想也挺嗨的 因为我们说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那可能像他们演到一定程度就觉得 我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话语权 更大的范围 那其实现在就是表演依然可以满足 你想要去表达的东西 对吗 对目前的我来讲是 而且你自己本身是不太可能再发掘了 要依靠别的导演 对所以你就要去碰你 龙门客栈是什么地方 他们的底摊出来了吗 给我两碗素面 我记得上一次采访你的时候 你说其实人不在于你飞得有多高 而在于你飞得有多远 对 应该是吧 很多很多的事情 跨越这些困难也好 问题也好 最大的支撑究竟是什么 你得往下过 对啊 就是 那么简单 就是你干任何事情 你烦了 你都得往下过 你不能 你也可以停 就是你也可以停一停 停一停 休息休息 就是说你停到一定的时候 自然就会走了